蝴蝶结手练详细教程上 首先准备一根红绳从底绳下方穿过 开始雀头结的边法 不知道雀头结边法的小伙伴 可以去往期视频里查看详细边法 编14个雀头结就够了 然后把金珠穿进底绳 接着下面同样开始雀头结 同样编14个雀头结就够了 然后把最下面A绳穿过金珠 接着再把最上面B绳穿过金珠 再把金珠两边的绳子剪掉 然后打火机烧一下粘柱就可以 接着再把A绳和B绳 左右拉紧即可 注意梳理一下绳子哦 接着从蝴蝶结右边开始 然后再拿出一根绳子 一样的开始雀头结边法 编好五个雀头结后 再把右边多余的绳子剪掉 然后打火机烧一下粘柱就可以 这样蝴蝶结右边部分就好了 以同样的步骤 以同样的步骤处理左边部分 完整的蝴蝶结就编好了 接着从蝴蝶结就编达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